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六十四面 六十四面 这里有几段经文 我念一念 但是我们不必讲这个全文 只把里面重要的句子提出来就可以了 第一行从当中看起 设例子 色不亦空 空不亦思 色即是空 空即是思 受相行实 不亦空 空不亦受相行实 受相行实即是空 空即是受相行实 后一顾 设例子 试著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苟不静 不增不减 非以过去 非以未来 非以现在 这例子 如是空中 无受相行实 我们念到这里就可以了 这一段意思 懂得底下自然 就明白了 那么这段经文 我想同学们 有点非常熟悉 跟《般若心经》里面 完全相同 比《般若心经》 讲得更详细 讲得更圆满 《般若心经》 这个空意 可以说 说得非常透彻 往下了 我们还要研究到 越往后面去 就越详细 那么这是大乘佛法的精华 最怕的 是断章取义 那个就麻烦 所以古大德曾经说 修道的人 宁可置有 如须米山 你执着有 执着有 像须米山 那么样的高大 这个不怕 不可置空如戒子 戒子是戒菜子 像芝麻一样 你执着空 有这么一点点 那你就麻烦大了 换一句话 做空的人 佛没法自读 为什么呢 他不相信 他不能接受 这有的人 佛有办法读他 因此 不热金 就很难讲 难怪 世尊当年在世 用了22年的时间 为大家 去说明这个空意 丝毫不能错灰 错灰而遥 就变成万空 就变成物取空 乃有不堕落地 不路到三途六道 自己冤枉 不晓得怎么堕落地 你这冤枉不冤枉 星期二 乌有法诗 在这边 讲无量受尽 来的听众不少 我们看到很欢喜 年轻法诗 学讲经 到这边来听经的 都是种树的人 法诗像个树苗 你们大家爱护他 来帮助他 来捧场 当然这里面 更重要的 是要把他的过失 要提出来 不要客气 他讲的哪些过失 我们不懂 没有关系 哪一句 没听清楚 哪一句听了 我不懂 那就是他的毛病 他上台讲经 为什么讲的叫 我这一句不懂 或者我这一句 听了之后 我还有别的意见 都可以提出来 帮助他 帮助他改进 改正错误 他就有进步 这是种树 这是灌溃 灾培法斯 底下一代 才有奖金 所以希望大家 要把这个当作 学佛的一桩 大事来看 这些年轻 这些年轻法师都很谦虚 你们指责他的过失 他不会生气 他会很感谢你的 到第二天 有一个同修 给我一个贴纸条 他说 他对于物有法斯的批评 他怎么个批评 听而无听 见而无见 又何批评 其非动念 妄念缺除 功夫当下 这个了不起啊 这是发生大事的境界啊 说实在话 一点慈悲心都没有 你是发生大事 没错 这个奖金的人 是初学幼稚园的学生啊 你怎么能不帮助他呢 你听而无听 见而无见 你到极乐世界 到华藏世界 跟毕露正纳佛去学去啊 不必到这来 这个地方是听而有听啊 见而有见啊 跟这个境界差得远了 这就是误曲空 自己造的故事不晓得 为什么呢 把初学佛的法斯给糟蹋掉 第一下一代的时候 讲经受法的人 从哪里出来 所以他不知道 这个后果的严重啊 那么物有在这里 讲这些 这一会经的时候 你能入这个境界 物有私是凡夫啊 你当时就是超凡入圣了 那你了不起 这个深圳西游 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 也是千八年当中难得遇到一个人 那你是大圣人的 你是佛菩萨再来的 那不是普通人啊 如果你不是这个境界 那你是狂妄无知 波若经上学了几句话 信口慈悍 那这还得了吗 这也就是古人讲的 生怕你听波若经 产生了误会 去解了经意 自以为是圣人 自以为是佛菩萨 殊不知 依旧是个凡夫 你们既然是听而无听的 无听而听的 那你也不必吃饭了 无吃而吃吧 你还吃什么饭呢 你们做得到吗 这是每一位同修都要谨慎 波若难讲 真的就是在此地 心经不容易 六倍券波若的精华了 这一段我们念了 也不能细讲 细讲这一段呢 两个月就不好了 简单说 四是从相上讲的 空是从性上讲的 如果我们用华严经的 体像用来讲呢 作为就比较有概念 体像是空机的 我们六根都圆不到 眼见不到 耳听不到 手也摸不到 心也想不到 但是体肯定是有 为什么呢 设法界 依真庄严 都是依他而起的 他现在想 这个讲法很难懂 所以佛在经上 常常用比喻了 比如我们做梦 我相信 每一位同修都有做梦的经验 梦中 有像 梦中有自己 梦到很多人 也有山和大地 梦中的这些像 就是生 你那个梦从哪来的呢 从什么地方来的 那个来源 就是体 你要没有那个来源 你怎么会现象 那个来源呢 现在人家 意识 下意识 睡觉的时候 挺作用 说意识 说下意识 可以说 比较接近 还不是真的 还是割了一层 讲的没错 已经靠近边缘了 我们佛家法相中里面 讲的阿赖耶识 的确 是阿赖耶识里面 含藏的种子 起一些些 变现出梦境 所以那个境界 是色 而能变的这个识呢 是空 或者我们讲 这个梦是你心里头变现的 我们用这个话 大家好懂 你的心 在哪里 心像什么样子呢 这个真的找不到 可是它要变成梦境了 那就好办 现在哪里 梦境就是心 它现象 现象 这好讲 所以 所以四即是空 空即是四 梦中的境界像 就是你 能变梦境的心 你整个的心 变成了这个梦境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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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相 一如 性相 不二 性相 在此地 就是四空 空是 相的心 色是 相的相 性相是一 性相不二 那我们要问 我们现在的心 在哪里 我们现在的心 像什么样子 假如从梦境当中 你能够体会的 这个问题 我想啊 也能够明白几分 虽然不能透彻明了 多少也能够有个概念 眼前的境界 就是我们心的相分 虚空世界 我们从早到晚所接触的 一些人事物的环境 都是自信变现的相分 那也许有人要问 既然是自信变现的 为什么不变现的 称心如意的享受呢 还变现这么多烦恼呢 受这么多苦难呢 这个问题 你问得很好啊 那就是 你这个现象 你自己做不了主啊 像怎么现的呢 五十节以来的 这个阿赖耶里面 寒藏 善无无忌种子 遇到语言就起现行 假如你遇到的是善语 善因种子力量强 那现的境界就称心如意 什么境界称心如意呢 滑藏世界称心如意 极乐世界称心如意 这经常讲的 滑藏世界 极乐世界从哪来的 也是自信变现的啊 离开自信 没有一法可得 那么由此可止 滑藏跟极乐世界 是自信里面的 善中之七星星 所以古德给你讲净土 叫唯心净土 自信里头 一切祝福 还是自信变现出来的 力量自信 也没有一切祝福的相分 静虚空变化界 就是一个自信 这个自信是讲自信 那么由此可止 三土 我道 是自信里面的 我种子 七星星 变现出来的 也不是外出来的 这就是此地讲的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相行使 一可如是 这是简单 说明这个四十真相 了解这个四十真相了 底下有个结论 这个结论好 是助法空相 不散不灭 不苟不敬 不敬不减 中官里面的八卜 跟这个地方所讲的 很相似 这个几句 是说明四十的真相 哪些事实呢 就在引起我们六根所接触的 四十真相 有没有生灭呢 没有生灭 一切法本来不生 哪有灭了 因为你性体 没有生灭 性 明显的相 也没有生灭 这个我们听起来很难懂啊 我们明明看到这些像 这个动物 有生老病死 植物有生主一灭 矿物有陈主坏空 怎么说没有生灭呢 这个生灭不是明明摆在我们面前呢 哪里能说没有生灭呢 这个是我们呢 感官 对外面境界 这个感官呢 太粗了 不够细密 佛跟我们讲 这个一切境界 地缺没有生灭 如果你要是懂得了 你也看到这个四十真相了 那么在佛法里就叫做 你要正得无生法人了 无生法人是什么呢 法是一切法 无生 无生就无灭嘛 一切法不生不灭 你能够 入到这个境界 看到这个四十真相了 你就得无生法人 那个人 是同意的意思 佛说一切法不生不灭 我同意 我肯定 我承认 为什么呢 我也见到 他讲的没错嘛 谢谢大家